作者 旺宇 由桑子为您播讲 韩丽双目忽然一眯 袖子一抖 从中飞出了一只 齿许长的金色的甲虫 韩丽一声吩咐 静儿 你也跟着去吧 不要被他们发现了 金色甲虫中着韩丽微微点点头 身躯一缩 缩小十几倍 在一个模糊之后 化作一团淡淡的虚影 也追了过去 韩丽这才露出了放心之色 把目光一收而回 再略以沉吟 单手一个翻手 手中顿时多出了一个 金灿灿的储物拙 神念往其中一扫 脸上不禁露出大喜之色来 只见他身前霞光一卷之后 平空多出了一个墨绿小瓶 一个银白色的葫芦 和一面略有些残破的玉牌 韩丽用神念往这些东西上 一扫而过之后 就一把把那银色葫芦 抓到了手里 把瓶盖一打而开之后 一个翻转 顿时从中倒出两颗 金灿灿的丹丸来 真魂丹 没想到这位真仙 除了先前浮现的那颗外 身上竟还有余流的 想来先前从杨璐身上 搜出的那一颗 也是从他手中得到的 韩丽喃喃地说道 男眼面上的兴奋之意 但是他马上袖子一挥 手中两颗金丹和银色的葫芦 一下消失不见了 韩丽手臂在一动之后 却将那墨绿小瓶抓到了手里 稍微把玩了两下之后 神色凝重地同样一收而起 目光一转 落到了那带有几道血痕的 残破玉牌上 本命牌 不应该是那名 被我斩杀真仙的本命牌 否则早已经彻底碎裂了 但若是他人的 下界还带着如此残破的本命牌 这可就有些古怪了 难道这个本命牌的主人 就在灵界吗 韩丽略意感应着牌子上的气息 眉头一皱地说道 一直在旁边没有言语的谢道人 忽然开口说了这么一句 韩道友若想知道实情的话 也不是多难的事 只要用一种秘术在牌上略以施法 就可知道此命牌主人是否在灵界中了 韩丽听了这话颇为的心动 只是点点头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却袖子一抖 把这块残破的玉牌收了起来 金色储物桌里的东西 自然不会仅仅只有这些 里面除了七八件 不知用途的法器状的宝物之外 另外还有一点金银色的福禄 和一大堆淡金色的金石 不过呢 他现在并非身在自己的洞府之中 这些东西自然不便一一取出来 细看什么了 就这样 韩丽在原处静静地等候起来 大约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附近虚空突然波动一起 势金虫王化作一道金光 击射而出 一个闪动之后 没入韩丽一只绣筒中 不见了踪影 韩丽目光中微微闪动了几下之后 就将势金虫王传音过来的几声滴滴话语 全都听了个仔细 脸上神色位置一松 这时候 远处天边才痴痴声一响 一根黑线和一团赤光破空而来 几个闪动之后到了韩丽进前处 光芒一脸 从中现出了魔光和火虚子的身影来 韩丽看了二人一眼 微微一笑地问了一句 二位道友这么快就回来了 看来应该不是空手而归吧 火虚子黑黑一笑 这是自然的 那小子纵然有些手段 又怎可能逃出我二人的手掌 说着 抬手冲韩丽扔出两样东西来 韩丽目光一闪 袖子一抖 一股无形潜力一涌而出 那两样东西当即稳稳地停在身前虚空中 赫然是一具干瘪异常的原鹰躯壳和一个淡黑色的橱环 魔光不慌不忙地说道 此人原鹰精气均都被我一息而空了 恐怕进入轮回转世的资格都没有了 至于他留下的东西我二人根本用不上 就留给道友了 那韩某就不客气了 这一次辛苦两位道友 此地并非是九流之地 我等现在就离开吧 韩丽的目光在那干瘪原鹰躯壳上扫了一眼之后 发现脸庞虽然扭曲变形的厉害 但是面容果然和明尊一般无二 当即点头说道 话音刚落 他一手虚空一抓 把这黑色储物拙吸了过来 并一个模糊收了起来 另一只手却手指一弹 一团赤焰一飞而出 击中了明尊原鹰躯壳 将其瞬间化为了飞灰 魔光和火虚子 对此自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 韩丽在一抬手 放出了一艘看似普通的青色飞车之后 三人身形一动 全部到了上面 下面的谢道人却单手一掐绝 一声轰鸣 直接化为一道电壶 没入韩丽的绣筒当中 青色飞车足有十几丈长 微微一颤之下呀 化为了一团清光破空而走了 足足三日之后 驻扎明煞之地之外的 一些商盟高层存在 和其他强者的门人弟子 才磨磨蹭蹭地走进明煞之地 全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 小心的模样 当然了 除了整片大地天翻地覆般的变化之外 他们自然找不到任何一个 活着的修炼者 当初明尊为了对付马良这位真仙 除了布阵的必须人手 和那些大成强者之外呢 明尊根本没有安排任何一名 多余的人手留下来 这些后来之人还不知道围剿对象 是否还活着的情况下 根本不敢在明煞之地多停留什么 几乎只是匆匆检查过一遍之后 就一哄而散 向各大势力汇报去了 再过了数个月后 各族均都传出了族中强者 本命之物碎裂 全部陨落在明煞之地一战的事情 此消息轰轰然然在飞快的整个 风源大陆传扬开来 甚至不久之后 连其他大陆族群都听说了此事 至于那名真仙是否一同葬身在了里面 却并没有多少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 如此一来啊 灵界诸族都变得更加人心惶惶起来 生怕这位仙人再次突然冒出来 对哪一族大开杀戒 直到整整一年之后 有关这位降临仙人 已经葬身在两仪灭臣大阵自爆中的消息 才从不起眼的人族中溢传而出 而此消息明确指出了 原商盟总执事明尊 故意把部分的强者献祭于大阵 以增幅法阵的自爆之力 和这位真仙同归于尽的事情 这半真半假的消息一传扬开之后啊 自然引得整个灵界一阵哗然 各大势力急忙一番调查之后才发现 参加明煞之地之战的 果然有一位人族强者 并且这位强者呢 好像还真是活蹦乱跳待在族中呢 此消息一经确实之后 这各大势力啊 趁着马上放下修炼和手中的事情 立刻往人族这边赶去了 这其中固然有些人 是想真正确定 明煞之地大战中发生的事情 更多的人却是根本冲着那位 真仙遗留之物而来的 其他强者全都在大战中陨落而亡 只有韩力一个人安然返回族中 仙人以保落于其手中 自然是毫无疑问的事了 风源大陆上诸族还好 因为族中真正强大的存在 都已经陨落而亡了 虽然对仙人之物火热之奇 但自问不太可能奈何得了 韩力这顶尖存在的 也只能先暂时不动观望着 但是其他两个大陆的大城 却一窝蜂地进入风源大陆当中 结果仅仅大半年的时间 不少陌生大城先后找到人族来 并轻易地寻到了 韩力居住的乌亚海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 无论这些大城中 暗藏着何种打算 方一进入乌亚海边缘 被现身的世间虫王和泄道人 略以施展威能给净退了 这让不少密切关注此事的义族 都大吃一惊 短短时间之内 就有二十多名义族大城 先后从乌亚海煞雨而归 这顿时让其他大城 一下都不敢轻举妄动起来 后面还敢再直接找到 人族来的庶民 无一不是真正的强者了 但是这些人呢 纵然不是一般大成可比 但是在谢道人和世间虫王 联手之下 仍被轻易地一一打发掉了 韩力自始至终 还是都未曾真正露面一次的 如此一来 这虽然让诸多大城心惊不已 但也惹怒了其他大陆 真正的顶尖强者 某日 血天大陆 雷鸣大陆 总共八名赫赫有名的 最顶尖的强者 一起联手 来到了乌亚海 而这一次 谢道人和世间虫王 根本未曾阻拦分毫 让这八名顶尖强者 直接进入到圆河岛之上 中心处的清源宫中 突然一连传来了 七十二声忠鸣之音 一股直卷天地的恐怖气息 冲天而起 宫门处人影一动 韩力带着魔光 火须子 谢道人 世间虫王 直接迎了出来 八名一大陆顶尖强者 稍一赶到 韩力等人散发出的气息之后 不禁大为骇然 气势汹汹 姿态不绝地 一下收了多半 此刻 他们虽然谈不上 有任何畏惧之心 但也知道 韩力这一方实力之强 非同小可 也绝不是原先想象的 那般能轻易拿下的 在韩力面带笑容的招呼之下 八名顶尖强者 直接被请进了清源宫中 随后宫门紧闭 一层青涩的天幕 从天而降 把整座清源宫 全都照在其中 韩力等人 和八名强者在里边 一待就待了 三天三夜之久 在此期间 清源宫中 不时传来阵阵的轰鸣之声 并有一股股森然的波动 伴随一散而开 让青涩的光幕 为之狂闪 晃动不已 但是三天的时间一到 青涩光幕 骤然一闪地消失之后 八名顶尖强者 大都脸色 有些难看地走了出来 身上气息 均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弱 最后带着一杆随从 门人送出来的韩力 却面带淡淡笑容 丝毫不见和先前有何不同之处 诸位道友 真魂丹 我已经卖给你们一颗了 怎么分配就是诸位的事 但是我希望此事到此为止 从今之后 若还有敢来骚扰韩某 和其他族人的话 可别怪我翻脸无情 其中一名揪面的一族老者 苦笑一声说道 韩导友放心吧 我们八个好歹在各自大陆 都是有些脸面之人 答应下的事情 自然绝无反悔之理 自然也会尽量劝阻他人 不再道友这儿 再过来捣乱了 随后八人顿光一起 就像来时那般破空离开 转眼间飞出了圆河岛的范围 韩丽目睹八道顿光 最终消失在空中之后 才神色微微一缓 转身冲旁边幻化成 金色小人的使金虫王 和谢导人说道 以后 若还有其他人闯乌雅海的话 就不必再客气了 能抓的就抓 实在不行 当场给我斩杀掉 为了以防万一 莫光兄 火虚倒有 今后一段时间 你们也帮着一同巡视一下吧 最后两句话 韩丽却是向着黑肤青年 和火虚子客气地说道 各位听友大家好 那么最近更新有点慢 是因为丧子正在同步地筹备 录制《凡人修仙传》的 仙界片 没错 我们将继续讲述韩丽 在仙界发生的路 第一时间了解新书动态 同时也感谢各位朋友 一直默默以来的支持 我们仙界片 再见 再见